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小红帽的故事 在一个先有人知的小村庄 这里的人们世代和狼人做邻居 他们必须遵守约定狼人才不会杀人 一种小红帽被他的母亲取配给了村里的男孩小亨 但他并不喜欢母亲的安排 因为他的心里早就恋有他人了 这个人正是村子里的小白 更何况小红帽的姐姐喜欢小亨 这天,突如其来的狼嚎打破了小红帽和小白的优惠 当小红帽慌忙的跑回家后 发现自己的姐姐惨死狼爪 狼人已经有将近20年没有杀人了 这次却违反约定残害无辜的人类 姐姐葬礼这天,小白也想来哀悼 却被小红帽的母亲无情赶走 村里的男人怒火攻心 全体出洞踏上追杀狼人之路 他们来到一处山洞 在里面小心翼翼的摸索 突然一道黑影闪过 人们把火把照亮了发出声响的地方 发现那里躺着一个死去的男人 和一头凶神扼杀的狼 于是村民们把这个狼当作是连环杀人凶手 这时小红帽得知 那个死去的男人居然是小亨的父亲 在回家路上 看到自己的母亲坐在小亨父亲遗体身旁 一直哭泣 少爷追问却得知 姐姐和小亨其实是同父异母 所以母亲才一直阻挠姐姐嫁给小亨 这时村子里请来一个斩杀狼人的神父 姐妹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告诉神父自己已经斩杀了狼人 而神父却告诉他们那不过是一头普通的狼罢了 真正的狼人还藏进在这个村子里 村民们十分诧异相互怀疑 为了绞杀狼人 神父下令封锁全村 这个举措做了大家的反对 他们一意孤行的认为狼人已经被他们杀掉了 还要为此庆祝 突然一道黑影闪出 瞬间远走十几条性命 村民们慌忙逃窜 事后狼人冲到小红帽的面前 小红帽竟然还听懂了对方说的话 狼人表示自己想带走小红帽 索性里有人赶来狼人慌忙逃窜 神父得知小红帽可以和狼人对话 并把他抓了起来当作吸引狼人的诱饵 村民们躲避起来 等待着狼人的到来 小红和小白这边却坐不住了 敌人的房屋引起混乱 小白失手被神父的手下抓到 此时狼人也赶到了现场 之后小红帽带着小红帽躲进了教堂 眼看太阳马上升起 狼人只能被迫离开 事后神父一直逼迫小红帽快点供出狼人的踪迹 不过神父在刚才的混乱中也被狼人咬伤 自己马上也要变身狼人 所以手下直接将妻刺死了 就在这时小红帽发现男友失踪了 爸爸也失踪了 隔天因为担心奶奶出什么意外 小红帽决定赶往奶奶家 走的时候还随手携带了神父那带有银器的断手 在路上小红翼翼行走的时候 小白突然从林中窜出 告诉小红帽说自己是从刑剧中逃出来的 可他并不相信小白的话 甚至觉得他就是狼人 便冲动了将刀擦进男友的胸膛 做完这一切后急忙跑到奶奶家 冲进屋内并锁好了房门 和奶奶说了几句话 却发现回应他的正是失踪了的爸爸 随后小红帽看到爸爸的右手被烫伤了 这和狼人在教堂书中的右爪一模一样 原来父亲就是真正的狼人 他想伙托女儿一起撞到狼人的力量 就在爸爸想要强行带小红帽离开村子时 小白出现了 但守护夫妻之间的他 鼓励阻止强大的狼人 小红帽在现实面前选择正义的一方 在混战中叫住了父亲 十之分心 就在狼人转身的那一刻 一把斧头瞬间砍在他的背上 小红帽也将那条断手插进了父亲的胸膛 狼人就这样领了盒饭 原来一切都是因为妈妈对婚姻不忠诚引起的 狼人想让大女儿离开 可是大女儿不是他亲生的孩子 听不懂狼语 一气之下 他愤怒地咬死了大女儿 接着便是妈妈的老行人 可事后他们发现 小白也被狼人咬伤了 这样下去迟早也会变成狼人 为了不拖累小红帽 小白决定离开他 在临走之际 小白和小红帽决定生一个孩子 此后每当院员之夜 狼人男友便会回到小屋 与小红帽和孩子相聚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得不给导演的想象力致敬 原来小红帽的故事是这个样子的 而当外婆露出真实身份时 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电影雪红帽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搜索观看哦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及订阅小丽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咯